网约车也好 甚至跑腿也好 外卖也好 其实真正的重要的 还不如我找不到工作 才去干这个 不是 很多人没有get到这里面的货席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找了一份工作 五千块 不高 跑腿无钱 你选哪个 那我可能会看这份工作 给我的其他的一些 互加的价值 比如说发展空间啊 其实说到底 你还是不缺钱 你知道缺钱是什么东西吗 我根本等不到月底 老板发工资 到下个月发这个月的工资 我有30天期 请问这30天期我怎么活 外卖也好 跑腿也好 它的好处是现钱 当天现结 结50块钱 30块钱吃饭 20块钱给房东付房租 它的真正的逻辑是 很多人的当期现金 扭出了巨大的问题 一个月的熬 是熬不到的 同样的收入的情况下 那我肯定选择现款现结 大量的人现在的问题在于 去找份工作一个月 然后跟老板签了合同一个月 拿到一个月的工资 我来来回归 我相当于有浪费两个月 而我自己的储蓄 我的收入在疫情后 基本上都熬进了 我没这两个月的钱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跟我签一个 一个月后付工资这件事情 可能对我来讲 心里根本不存在 这个就是我说的 反映了真正现在的 中底层实际的情况 是比我们想象中 比较糟糕的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 12月14号星期四 今天片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是 另外一位 比较靠谱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 他叫傅蓬 昨天的影片里 给大家分享的那位呢 是刘继蓬 刘继蓬呢 已经是被中国官方的 是封杀了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傅蓬 傅蓬 他暂时呢 还没事啊 这些呢 都是中国墙里边 比较靠谱的经济学家 财经专业人士 刚才大家看到的 傅蓬的这个视频呢 是在今年的夏天 他表达的一个 对中国经济的观察 就是 中国社会里边 跑网约车的 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呢 就能够反映出来 中国中底层民众 他们的财务状况 他们的现金流呢 已经是变得非常的糟糕 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他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 啊 依据 在这个小视频里边呢 他自己呢 已经是解释的很清楚了 狗哥呢 就不多说了 那虽然 傅蓬 他这个观点呢 是在几个月之前发表的 是在今年的夏天 但是呢 这个观点放在现在啊 一点都不过时 对于中国中底层的民众们来说 现在他们的财务的状况 他们现金流的情况 肯定比夏天的时候呢 还要糟糕 现在在中国墙里边啊 这个钱呢 是更不好挣 最近傅蓬呢 是又发表了一些新的观点 他说呢 在中国经济下滑的状态下 中国80后到95后 这单人 他们的财务状况 他们的财务负担呢 应该是最重的啊 他们活的是最苦的 这个事儿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呢 也很详细的聊过啊 当时狗哥自己的观点 认为 85后到90后 这个负担呢 是最重的 他们这代人 活得是最苦逼 那现在这个傅蓬的观点呢 他认为呢 是80后到95后呢 是最苦逼啊 这个呢 跟狗的观点呢 其实呢 也差不多啊 傅蓬 他最近讲的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他认为 中国的股市啊 在明年 依然会没戏 啊 中国的股市 在明年呢 依然没戏 其实他讲这个 他的潜台词就是 整个中国经济 在明年呢 也是依然会没戏 而且呢 不仅是没戏 反而呢 会继续的往下掉 但是呢 你像这一桌啊 关于中国经济的大实话 傅蓬 他肯定是不敢讲的太明白 还有公开 他如果是讲这么明白了 那傅蓬他自己啊 肯定在中国墙里边呢 也要被封杀了啊 就像昨天说的那个刘继鹏 他的遭遇啊 因为用中国官方的话讲 你这个呢 就叫公开唱衰中国经济 这个呢 在中国舆论里啊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现在 关注中国股市啊 关注中国经济的网上们 狗哥呢 是推荐大家呢 都可以去认真了解一下 中国的这位经济学家 傅蓬的观点啊 趁他现在呢 还没有被中国官方的封杀之前 影片开头的小视频里边 傅蓬讲 中国中底层人群的财务状况 现金流比外界想象呢 还要糟糕很多 这点儿 这两天狗哥是看到一些新闻以后呢 也是比较的有感触 中国墙里边 中底层民众 他们的财务的情况 大家肯定呢 都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比如说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他讲过的那个金句啊 非常有名的话 说呢 中国还有6亿人 他们平均每月的收入呢 还不到1000块钱毛币 6亿中国人 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呢 还不到1000块 这个情况 大家呢 肯定都是知道的 对不对 但是呢 狗哥呢 也相信 就是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大部分人呢 都只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是一个很粗线条的认知 这些个中国人 大好几亿数量的 中国的中底层民众 他们具体的财务情况怎么样 他们到底有没有储蓄 他们有多少储蓄 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到底有多少 他每个月的工资呢 是每个月结一次 还是日结 他们的工资有没有拖欠 还有 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消费能力会怎么样 啊 你等等 像这些个非常具体的 非常详细的情况 大家呢 应该都是不清楚的 如果大家对这些个方面 对中国中底层民众的财务情况呢 不清楚 那在这呢 我首先呢 要恭喜大家 啊 就是这个首先能说明狗哥频道的网友们 大家的财务情况呢 应该呢 还都不错啊 不属于这个中底层 那这个呢 就是大好事啊 所以呢 必须首先呢 要恭喜大家啊 祝大家呢 再接再厉啊 继续发大财 最近这两天 关于这个方面 就是中国中底层民众 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帖子 大家来看这张照片 这个呢 是一堆盒饭 饭盒里装的是白米饭 配上一根青菜 盒盖上这个标签 写的是减价商品 2.1元毛币 这个呢 是在中国广东的一家超市里边拍的 叫永望超市 说这个盒饭 它的原价呢 是3块钱毛币 到了晚上呢 是打折出售 只卖2.1元 那发帖的这位中国网民呢 他就问 这种盒饭的受众是谁 就是他对这个盒饭呢 是感觉到有点疑惑和不理解 因为这个盒饭里边呢 几乎就全部呢 是白米饭 只配了一根青菜 那像这样的盒饭 他们的受众是谁 哪些人会买这种盒饭去吃 他在帖子里边对这个疑惑呢 还做了解释啊 说他这么问呢 仅仅是出于好奇 全当一个生活帖子发的 绝对没有和不食肉迷的这个意思 那和不食肉迷是什么意思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啊 但是呢 他这个帖子呢 很快呢就爆火了 在中国的网络上 大家来看 中国网民们 他们的回复 这位同样是在广东的网民说 刚点进来 看到这个帖子的内容 看到这一货 刚开始呢 有点想笑 但是呢 仔细一想呢 又笑不出来 因为真的是有人 在买这样的盒饭 真的是有人啊 一顿饭呢 就这么解决了 就花两块一毛钱 他这个回复呢 是有超过四万个点赞 下边呢 就有人呢 献人说法 说他自己呢 就买过这种白米饭 加一根青菜的盒饭 另外呢 他自己呢 会再加点这个橄榄菜 有时候呢 加点老干妈的辣酱 或者说呢 加点腐乳 加点榨菜 这个呢 就是一顿饭 还有网民说 当年啊 在他失业的时候 每天晚上到八点钟 应该就是这个 勇望超市 开始打折的时候 他呢 就去超市里边 买这么一个盒饭 回家以后 拌上点生抽 拌点花生油 就是一顿饭 然后呢 这话题呢 就开始扩散 还有发酵 更多的中国网民呢 是纷纷反应 就是自个最穷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或者自己现在呀 正在过什么样的穷日子 这位网民说 他最穷的时候啊 口袋里边呢 就只剩下七块钱毛币 因为他当时是刚出来工作 身上没带多少钱 而且呢 出来扎到 还遭遇了被人骗钱 又不敢跟家里说 这种情况 所以呢 那时候啊 他一天只吃一包 七毛钱 一包的泡面 他呢 是把泡面是揉碎了 饿了就吃上几口 那几天啊 都是这么度过的 买一个馒头 掰成两半 分成两顿吃 后来呢 他是跟他的一位同事呢 是借了几十块钱 硬是 熬到了月底 发工资那时候 才活下来 这个情况呢 就非常符合 一面开头 富鹏 他说的情况 就是很多的中国人 中底层的民众 他们的这个现金流 如果在今天 在明天不挣钱 拿不到现钱的话 那他们的现金流呢 根本就撑不到月底 很多中国人 他们就是活得这么惨 还有一位网民 说他妈妈现在的情况 他妈妈呢 是在餐馆里边呢 做服务员 当天呢 是打包了客人 吃剩下的烤肉 和凉面回家吃 对那份凉面呢 妈妈呢 还感慨了两次 感慨了 那份凉面呢 竟然要卖15块钱一份 这位网民说呢 他妈妈呢 做餐馆服务员 一天才有90块钱 毛币左右的工资 所以呢 15块钱一份的凉面 确实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呢 不便宜 而且呢 当天本来客人呢 是剩下的有两份凉面 另外一份呢 是被另外一个服务员同事呢 打包带走了 而且呢 那位服务员 还偷偷的 把他妈妈打包的 这份凉面里边的鸡蛋和肉片都加走了一些 这位网民呢 就感慨 说贫穷呢 会让人变得苍老 会让人变得疲惫和麻木 更可能会产生算计和利己心 客人吃剩下的15块钱一份的凉面 他们呢 要打包带回家自己吃 而且呢 这15块钱一份 他们也认为呢 不便宜 这个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啊 很多很多很多底层民众 他们的真实的生活情况和消费能力 而且呢 还有中国网民说啊 那个只卖2块1的盒饭 对他来说呢 其实呢 也有点贵 用2块多钱呢 就可以买一斤大米 可以自己买个锅 自己煮买米饭 这样更实惠 这位网民说呢 他自己是穷人 点外卖的时候呢 从来不单点米饭 因为一盒白饭要花几块钱 这个呢 性价比呢 真的是太低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中国中底层民众 他们真实的生活的情况和消费能力 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那他们每天的这个生活费会有多少钱 狗哥那查了一下啊 世界银行 他划定的全球贫困线的标准 是一个人每天的生活费呢 达到2.15美元 这个呢 就和大概的是15块钱毛币 所以呢 在中国 你每天这个生活费啊 如果说低于15块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呢 你这个呢 就属于呢 是极端贫困的状态 这个呢 还不是这个一般的贫困啊 属于呢 是极端贫困的状态 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5块钱毛币 按照刚才中国网民们反映的情况 15块钱在餐馆里边呢 可以买一份凉面 或者说呢 在永会超市里边呢 能买7份那样的大折盒饭 那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的玩家们都可以估算一下啊 自己身边的人 有多少呢 属于是这种 极端贫困的状态 前天 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他呢有个报道 他呢是关注中国呢 有上千万人已经是被迫退出了中国的这个基本医保体系 报道说呢 中国医保体系的参保人 在去年啊 这个人数在去年2022年一年一共呢是减少了1900万人 这个数字在今年可能呢会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医保参保费用在不断上升 这个呢 就让很多本来已经是生存的很艰难的中国人呢 他们已经负担不起基本的医保 所以呢 他们呢就被迫弃医保 这好几千万被迫放弃医保的 其中绝大多数应该呢都是中国的农民 农民工 还有呢就是城市的底层贫民 金融时报他这一报道里边是采访了两位中国的农民工 一位呢是在湖南45岁 他决定呢 今年呢就不再缴这个医保费用了 因为他在今年的三月份是做了一个背部的手术 一共呢是花了两万块钱毛币 但是呢医保呢只支付了不到40% 剩下60%的钱呢还需要他自个去掏 还有呢在湖北省有一位55岁的农民工 他呢也是今年决定呢不再缴这个380块钱毛币的年度的医保费 这380块钱呢应该就是中国墙里边这个新农河的医保费啊 专门给中国的农民们搞的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 对于中国的中产们来说 这380块钱也就是他们吃一顿饭的钱 但是呢对于中国的农民们来说 每个人每年380块的医保费 对他们来说呢已经是沉重的负担 他们现在呢已经是负担不起了 这个呢是中国医保的情况 很多网友都知道 中国这个所谓的医保 他本来跟现代文明世界比起来 他呢就是很烂 非常的烂 但是呢 这个医保呢 他毕竟呢是聊胜于无 就对于中国中底层的民众们来说 这个医保呢 他还能够去报销那么一点点钱 但是呢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的冲击 那中国的中底层民众啊 现在呢连缴纳医保费 都已经是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了 这两年以来已经是出现了上千万人的弃保 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呢 他就必然会导致中国医保里边出现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弃保 那中国的这个医保呢 他呢就会越来越没钱 他越没钱 这个医保呢 他肯定呢就会变得越烂 不管是在这个用药的方面 还是在报销的方面啊 就会变得会更烂 这个结果呢 就会导致有更多的中国人呢去弃保 这个呢就是会形成恶性循环 那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 甚至崩溃的这个过程中 这种恶性循环的出现 它是很难避免的 另外 中国墙里边的住房的公积金 同样 它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大家来看 中国媒体在最近的报道 说中国三四建城市的民众呢 开始大量的放弃公积金 报道里边采访了是分别生活在湖南和宁夏的两位中国打工者 他们呢是都不打算买房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和单位啊 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呢完全都是浪费了 所以呢他们呢就跟单位呢是签了协议 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 这样他们每个月实际到手的工资啊 每个月实际到手的钱呢就会多一点 而且呢不仅是这个公积金 最近两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的员工 他们甚至连这个社保呢都不愿意交 他们呢都愿意让他们的公司呢放弃 给他们交这个公积金还有社保 然后呢换取公司呢 给他们实际发到手的现金多一些 这个呢是中国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情况 狗刚才查了一下 按照中国这个所谓的法律规定 像这么做呢都是不合法的 都是违反法律的就是公司职员去跟公司约定 不缴社保公积金来换取多一点的实际工资 这些做法呢都是违反中国政府的法律规定的 如果这么干公司呢是要受到处罚的 那既然是违法的行为 为什么实际上在中国墙里边这两年以来出现的 它是越来越多 一个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 还是中国中底层民众他们的这个现金流出了大问题 现在他们呢现在是迫切需要每个月多给他们发一点现钱 去应付他们的这个生活所必须 像什么社保啊像什么公积金啊 对他们来说呢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他们都愿意去放弃 只为了换到每个月公司呢多给他们发一点现钱 实大实的可以花的钱 这个呢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狗人为呢 这个呢是中国呀 它整个这个所谓的社保公积金制度设计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会让中低收入人群逐渐大规模的退出这个体系 很多的中国网友都会知道 中国整个社保公积金他们的这个制度设计 最有利于的是中国的哪些个人群 首先就是最有利于中国体制内的人群 对不对 中国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的 国务企业的等等 这些个中国体制内的人群 他们呢是最能够享受到中国社保医保公积金的好处的 比如说中国的公务员们 他们的这个医保报销比例都会超过95% 这个呢基本上就相当于呢是免费医疗了 体制内的这些个人他们用公积金买房呢 也都是很普遍很便利 但跟他们比起来 中国体制外的人 特别呢是中国中底层的民众 他们无论是这个医保的报销比例 还是用社保的便利的程度 都是差的太多 而且呢大多数中国的中底层民众 他们根本呢就买不起房 那他们缴的公积金是不是都是白喂狗了 所以呢中国这种社保医保公积金的制度设计啊 其实呢也是让最广大的中国韭菜们去供养中国体制内的人 中国最广大的韭菜们 他们缴的社保医保公积金 其中的大头大部分其实呢都是被中国的公务员们当官的使用了 这个道理呢很多人呢都会慢慢的明白 然后呢他们就会理性的选择退出 就不陪你玩了 中国经济的严重下滑崩溃 他呢也会迫使中国呢有更多中底层的民众呢 他们会想明白这一点 就做出放弃医保和公积金的这种理性的决策 这个呢就是这两年上千万的中国人 他们放弃医保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呢 他们也放弃缴纳公积金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经济好的时候 在经济还可以的时候 中底层的民众呢 他们还愿意做韭菜 愿意陪你玩 愿意让你玩 经济一旦是完蛋 就没有人再陪你玩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啊 拜拜